當時我們巡邏經過該路口 見一男子待戰在路旁 那因為當時天生亂 生怕說這位先生會遭到來側的追撞 於是我們下車去關心他 那經關心了解 發現這位先生 他語言跟行動都不變 那我們警方就使用 我們的人臉辨識系統 那有順利的找到他的住處 那家屬又打資電過來 然後表示感謝之意 經警方跟家屬了解 該男子前些陣子有因為車禍的部分 導致頭部有重創 所以他的語言跟行動都不變 那家屬也對我們警方表示感謝之意